在香港一提到曾志伟,人们众说纷纭,喜欢捉弄人,特别是女人,反正好人是他,坏人是他,不好不坏也是他,好好坏坏还是他,还有人说他好色,急功近利,是地道的,闲尸老大导演,但是曾志伟却自我感觉良好,说这是个性,是他自己独有的幽默。 1990年,19岁的袁勇怡获得了港姐冠军,就在她沉浸在无边的喜悦中时,作为颁奖嘉宾的曾志伟,却一本正经地开启了她的玩笑,哇,这个港姐太丑了吧,这个怎么能当香港小姐呢,从头到脚趾就没有一处是漂亮的。 这番话如同一盆冷水,把袁勇怡浇了个透心凉,但一个新人又不知如何是好,只能委屈地偷偷抹眼泪。 袁勇怡不敢出声,台下的记者和观众却不同意了,纷纷大喊,哪里丑了,明明很亮亮。 后来袁勇怡就有了个亮亮的称号,曾志伟露出了招牌式的微笑,说自己只是开玩笑。 曾志伟恶作剧的幽默实在有些让人难以理解,或许有些时候能够让观众发笑,也活跃了现场的气氛,但是却往往忽视了被恶作剧的人的感受。 有一回曾志伟喝多了两口,但是依然坚持上台主持节目。 就在大家谈笑风声之时,曾志伟竟然趁人不备,猛地扯下了邱开明的裙子。 邱开明尖叫着,羞得满脸通红的同时,酒在的曾志伟又要去扯曾华倩的外套。 曾华倩吓得蛮长袍,曾志伟激动地在后面追。 眼见曾志伟还不肯罢休,曾华倩狠狠地甩了他一巴掌,怒道,有本事去搞阿姐。 王弥权。 事后曾志伟说,大家都是好朋友,这只是在开玩笑,我觉得没什么。 这样活跃现场气氛,证明了他的幽默。 曾志伟之所以敢这样无所顾忌,因为他的背景十分深厚,可谓黑白两道通吃。 但是常在河边走,哪有不失险。 这一次他就遇上了很差的。 2001年在一次节目上,曾志伟嘲笑荣祖儿,他就是个爆牙妹香肠嘴,还参加选美,真是不自量力。 这句话彻底得罪了荣祖儿,荣祖儿哭着去求干爹杨寿成,希望帮他做主。 杨寿成听了也大为恼火,觉得落了他的面子。 于是,当喝醉酒的曾志伟摇摇晃晃的从酒吧出来的时候,当即就有五条壮汉,把他团团围住,一顿拳打脚踢,把他打得冰头转向。 还放下狠话,叫他把嘴巴放干净点。 曾志伟被打得头破血流,到医院缝了二十多针。 最后不得不放下身段,赴金请罪,承认是自己心知口快,说错了话。 曾志伟与好友一双逛街,备拍,神情紧张,互相陪伴九年,关系,应猜测。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,偶遇大明星了,并配上照片。 照片中正是著名艺人曾志伟。 与其同行呢,还有一位女士,两人共同挑选商品,时不时互相讨论,看上去举止亲密。 这位女士的身份究竟是什么? 她与曾志伟之间有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呢?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,香港moji偶遇曾志伟,并剖出照片。 照片中曾志伟上身穿黑色印花白T,下身着黑色休闲裤,穿着十分随意,十分低调。 年近70的她,身材虽略有发福,但精神很好。 正在评价家居用品区,挑选着商品,很接地气。 网友对这次偶遇感到十分惊喜,开心。 上前询问是否可以合影。 曾志伟欣然答应,态度亲切,友善,或网友大赞。 曾志伟并不以容貌英俊,身材高大为其所长, 但是她的幽默风趣,为人意气, 让很多内地的观众都对她有很鲜明的印象。 实际上曾志伟在香港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, 不仅磨练出了精湛逼针的演技,也积攒了深厚的阅历。 因其直爽的大气的性格和丰富的阅历, 曾志伟的人脉可谓是广而深, 在香港娱乐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 曾志伟过60岁大寿那年, 请来了700位明星为她助手。 那次受演说,是轰动一时也不为过。 其中不仅有谢贤、陈龙等国际巨星前来道贺, 谭永林、周杰伦等人气歌手倾情献唱, 还有杨寿成、向华强等港圈大佬前来捧场, 甚至远在京圈的吴京、谢南也赶来为其助寿, 现场可谓群英惠萃,积极一趟。 九龄金像奖也为她的受演改期, 足见曾志伟地位之高,影响力之大。 如今年近70的她, 神奸、导演、编剧、监制、出品人等多项职位, 在2021年更是任职TVB总经理职位, 可谓是香港娱乐圈的领头羊, 名副其实的大佬。 能够遇见这样的大佬, 并且还能看到大佬显为人知的正常一面, 也不怪粉丝激动欣喜不已。 然而只是单纯的偶遇大佬, 并不会引起多么大的反响。 只是这次网友播出的照片中, 还有一位女士的身影。 这位女士不可忽视, 正因这位女士的出现, 才引起了众多网友的热烈讨论。 从照片可以看出, 曾志伟与这位女士相谈盛欢, 举止亲密, 两人共同挑选商品, 时不时相互讨论。 只是在购物之余, 两人似乎也对周围有所提防, 时不时观察周围环境, 保持警惕。 网友拍照的镜头特意隐蔽, 但还是马上被曾志伟敏锐地发现。 在与同行的女士低声交流一阵后, 那位女士也抬头, 精准找到了网友的摄像头, 面色似乎有些不悦。 不过还是马上低下头, 和曾志伟继续挑选商品。 正是这位和曾志伟同行的女士, 引起了一众网友的热议。 这位女士究竟是谁? 这位女士就是只要谈到曾志伟亲事, 就完全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任务, 她就是阿雪。 两人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虽然不明说, 但是旁人一看就懂的特殊关系。 多年来, 香港媒体一直很关注曾志伟和阿雪之间的交往互动。 除了是因为曾志伟的特殊地位, 还有一个原因是阿雪的特殊身份。 原来阿雪正是曾志伟已故好友张家瓦、 Gary的妻子。 张家瓦是TVB幕后的资深化妆师, 在工作时与曾志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 不幸的是张家瓦在2014年因心脏病去世, 曾志伟同时挚友十分悲伤, 在追悼会累撒当场。 张家瓦去世后, 留下年轻的妻子阿雪孤独一人, 于是曾志伟就承担起了照顾好友遗孀的责任, 将阿雪招来做她的化妆师兼私人助理。 当年相处中, 阿雪常伴起左右, 两人的关系日渐清迷, 很难不让网友有众多猜测。 曾志伟的其他花编新闻或是为了宣传炒作, 或是为了博眼球, 大多都稍纵即逝, 有的用全市压下来, 有的热度过了, 自然没什么人关注了。 唯独关于阿雪的新闻经常成为香港媒体的焦点, 原因就在于阿雪陪伴在曾志伟身边, 近长达9年。 在曾志伟66岁生日时, 香港媒体也报道, 两人有说有笑的逛超市, 坐同一辆车返回, 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。 不过或许碍于自己作为公众人物的面子, 曾志伟和阿雪有时也会有避嫌的举动, 比如外出时进行简单乔装, 或者公交车座位分开坐。 不过这些举动怎么看都有种预盖迷章的感觉。